《世界坦克四大金刚,你觉得哪款更好?》 原标题,《世界坦克四大金刚,你觉得哪款更好?》 总的来说,聊了这么多新奇的武器装备,今天我们就回来聊聊主战坦克。 当地时间5月9日的上午,俄罗斯在红场举行了盛大阅兵仪式,以纪念庆祝为国战争胜利73周年纪念日。 当天俄军一共有1.3万名军人,150多件武器装备和75架飞机参加了次次阅兵。 而毫无疑问的是,俄罗斯的T-14阿玛塔主战坦克再次亮相,作为被美国国家利益杂志评选出来的排名第一个俄军最强武器。 该坦克,号称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第四代坦克。 拥有了对其他强国军队装备的主战坦克高出了一代的巨大优势。 那么,俄罗斯的T-14阿玛塔主战坦克真的就那么强大吗? 事实上目前世界最强主战坦克排名究竟怎么样的, 而军迷特别关心的我们我方主战坦克又能够排在什么位置呢? 下面笔者就和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目前世界坦克的前四大金刚。 在排名之前,笔者认为要首先说明的一点是, 由于影响主战坦克排名的因素有很多, 所以导致了很多关于目前世界最强大的四种主战坦克的排名看法也不尽相同。 在对比不同的方面的性能时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排名顺序。 所以下面的介绍中笔者将会主要根据这些主战坦克的火力来排名。 事实上,美鲁军的埃普拉姆斯M1A2主战坦克, 无论是在综合性能还是在实战检验来讲, 其都是目前世界首居一指的主战坦克。 该坦克目前的最新改进行为M1A2S1PV3。 在火力方面, 其装备一门120毫米的XM256滑膛加农炮, 和2挺7.62毫米口径的M240式机关枪, 以及1挺50倍口径的M20重型机枪。 其120毫米主炮可以发射M829A4。 皮牛英文脱壳穿甲弹, 据称可击穿目前世界任何坦克的正面炮塔, 号称最强的坦克穿甲弹。 此外,M1A2S1PV3还配备了一种新型多用途智能。 其具备延迟爆炸、空炸等多种能力。 第二名应该就是目前国际上非常抢手的爆二主战坦克了。 其装备了莱茵金属公司研发的L55型120毫米55倍口径的滑膛炮, 号称世界上顶级坦克炮, 除了可以发射普通的120毫米炮弹, 其还可以发射新型位以脱壳穿甲弹和榴弹。 目前最先进的爆二A7在2000米距离上, 穿甲能力可以达到达600至700毫米。 其还装备了一门12.7毫米重机枪和40毫米的自动榴弹发射器, 综合火力性能不俗。 第三名应该就是我们开篇提到的G-14阿玛塔主战坦克了, 之所以会把唯一的第四代主战坦克摆到第四位, 是因为这些年来俄罗斯一贯有夸大武器性能的传统。 G-14阿玛塔主战坦克装备了全新2A82是125毫米滑膛炮, 射击精度和速度都要较G-90坦克高出不少, 关于其主炮威力俄罗斯官方目前没有披露多少数据。 有专家推测从俄罗斯在坦克弹药的整体水平, 来推测应该能够达到在2000米的距离内穿深650mm。 事实上,该型坦克综合性能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在信息化和智能化方面都有亮点。 但是在这里逼着只是依据主炮威力来排名, 所以就只能位居第三了。 而最后一名,可能大家并不十分熟悉, 它就是承载了日落帝国最后的荣光的挑战者二主战坦克, 装备了一门120毫米的L-30线堂炮。 积辅助武器为一艇和主炮并列的7.62毫米机枪, 和一艇在炮塔上安装的7.62毫米机枪。 所以,以上就是笔者整理出来的世界主战坦克前四名的排行榜。 几乎可以十分肯定的是, 一些读者们肯定会对这个排行榜有不同的意见, 都会有自己心中的见解。 的确,笔者在这里只是选择了主战坦克的主炮威力来排名, 当然就会顾此失彼。 要是按照这些主战坦克的综合性能来排名, 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在这里,笔者认为, 一味地追求我们自己主战坦克的世界排名当然是可笑的, 没有最先进的武器, 只有最合适的武器, 这句话放在坦克上也同样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